广州76比93辽宁 可怕的不是输了比赛 而是球迷赛后的表态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广州本来开赛有眼前一亮感觉 但是打着打着突然变阵容了 陈寅俊下滑严重 然后直接减少机会 都不给机会继续找状态 让摩尔当持球大和打球 每一个球24秒 其他四个就是接锅侠 反观 辽宁根本不缺得分点 要是换了莫兰德内线 根本没人防 莫兰德的贡献 不是数据能体现出来的 摩尔就是一个一般外援 非得让当头号得分手 天天第一节上来 必备追分 崔勇西单打时候 连掩护都不安排的 场场断电得分困难 其他赛季出打得好的球员 状态直接磨没有了 再不调整 广州可能又烂下去了 这几乎是辽宁一队与二队的得比战 辽宁一队还是技高一筹 广州队打到第二节 还有七分多中的时候 断电了 常规赛五十多场 有点而高低起伏都很正常 谁敢保证好的状态 能保持一个赛季 上赛季常规赛打得也不好 季后赛状态就来了 赵继伟限制不好 张震灵每每轻松得分 开始败下阵的节奏 辽宁队今天战术安排 就是主攻内线 张震灵一个人得30分 广州队今天战术包加赵继伟 法格 显然辽宁队有所准备效果不好 崔永熙打得好 你们吹上天 张震灵打得好 你们说联赛水平低 应该国际赛场去打 请问崔永熙国际赛场打得好 我挺喜欢崔永熙 但是别双标 其他队位均显弱势 崔永熙发挥一般 恭喜辽兰取得三连胜 崔永熙如果真的像捧得那么厉害 广州不应该只是季后赛边缘水平 至少前四是可以争取的吧 广州没有那么弱 按照一些球迷的意思是 广州只有崔永熙厉害 其他人拖累了她是吧 25岁怎么了 李小旭韩德军打了多少年 你们广州20多岁就不打了 在底下留胡子看球的人还少 广州龙试队输在外援身上了 这俩破外援都不如没有 崔永熙球长得很快 希望能有更好的投篮和体能训练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